说人情冷暖 俗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翠亮的秘密被老婆圆狱发现了 儿子生日 圆狱跟他约好在餐厅吃饭 他见客户后急匆匆赶过去 忘记退出微信小号 刚巧圆狱要网购 借用他手机里的账号 不一会儿 他发现圆狱的脸上 好像挂了一层寒霜 顿时反应过来坏事了 炎热的夏夜 他的脊背窜起了一阵凉意 回到家 圆狱将孩子送去对门邻居家 跟小伙伴玩 门刚关上 翠亮一颗心 似乎绷上了喉咙口 他感觉喉咙发胀发干 想说点什么 却挤不出话来 圆狱摇着手机问他 跟着女人发展多久了 翠亮结结巴巴地说 不是老婆 你听我说 我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圆狱用冰冷的眼神瞅着他 编 接着编 虽亮有些泄气 真的没有 我们只是精神交流 说这句话时 她是心虚的 她跟女客户只是没有突破最后一步 不是她不想 而是还没来得及实施 圆狱突然暴怒地将她的手机摔砸向墙壁 手机应声落下 四分五裂 她红着眼睛瞪着他说 早请安晚请安 还给人带早餐带夜宵 你以为这就不算出轨了吗 我让你下班时顺便买菜你嫌麻烦 却有心思对别的女人献殷勤 崔亮 你真是出戏了 她骂着骂着就蹲下身去 捂着脸呜呜哭起来 崔亮突然想起恋爱时 有一回她气得很了 也是这样委屈地蹲在地上哭 那时她很心疼地抱着她 恨不得把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如今看着她哭 她只觉得疲惫和逆反 圆狱哭了一会儿 她还是强迫蹲在她身边道歉 可无论她怎么恳求 圆狱都不理她 圆狱哭累了 声音也哑了 她站起身时 还因为腿麻娘呛了一下 崔亮抬手扶她 被她一把甩开 崔亮只能苦笑 圆狱给孩子辅导完功课 就催促孩子洗澡睡觉 娘俩忙活完就回了房 崔亮听到卧室的门 砰的一声和尚 就知道这一阵子 她甭想进房了 她心里刚刚生疼起来的愧疚 被她这个摔门的动作 冲得淡了一些 圆狱只要不开心 就对她用冷暴力 以前她觉得是情趣 结婚后才发现很崩溃 这一招用了十年 她早已厌烦 崔亮心里忐忑 有一种等候发落的感觉 她细细回想起 结婚这些年 但也没有什么大矛盾 但就是觉得很疲惫 对婚姻很失望 圆狱跟她的父母处不好 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她一下班回家 三个人都争着跟她说 自己的委屈何不容易 她安抚父母 圆狱哭着说 他们一家人合伙欺负她 她安抚圆狱 父母就悄悄抹眼泪 说前世欠了儿子的债 养大她还得受她媳妇的气 每次缘于抱怨公婆 崔亮心里就很烦她 毕竟是求老人带孩子 就不能对老人态度好点 非得在老人面前 中优越感 哪个爱伺候她 父母和媳妇 崔亮哪方都得罪不起 婚前那些浪漫的爱意 也在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中 被消磨殆尽 恰好那时 她的一个女客户离婚了 两人经常跟对方 诉说一下心里的苦闷 就这么好上了 崔亮觉得都是女人 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女客户温柔可人 说话牺牲戏气 而圆狱脾气的 还总爱冷战 崔亮特意申请了一个微信小号 专门跟女客户联系 有时夜里两人还在悄悄聊天 她似乎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年纪 只说喜欢没有烦人的家庭矛盾 没有没完没了的抱怨和指责 崔亮不是没想过 如果这事暴露怎么办 但是她拒绝不了这种刺激和诱惑 女客户理解她 安慰她 鼓励她 在她面前 她觉得很放松 直到此刻暴露了 崔亮才真真切切感到害怕 如果圆狱提出离婚怎么办 孩子跟谁 房子怎么办 孩子还小 她舍不得 孩子没了爸 或是没了妈 两人都是能力一半的普通人 要是卖了房子分钱 很难再重新买一套房 这么一想 崔亮又隐隐后悔 她怎么就这么不小心被发现了呢 如果她不是 一直舍不得删掉聊天记录 想留着回味 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第二天 圆狱提出离婚 崔亮说什么都不同意 她考虑得很清楚 离婚不现实 再去一个未必就能磨合的好 中年人离婚伤筋动骨 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都要重组 圆狱又哭又骂 崔亮都受着 谁让她不小心被逮到了尾巴 她当着圆狱的面 把女客户的联系方式拉黑 并答应以后她的手机任由她查 生活就这么悄悄回到了正轨 崔亮以为这事接过去了 可现实很快就把她抽得打得眼冒惊心 袁玉把她的手机盯得很紧 每一条聊天记录都要看 女同学在朋友圈集赞 她顺手点赞 她也能闹大半夜 有一次一个头像是美女的男同事 发送一条信息给崔亮撤回去了 圆狱不依不挠 坚持说崔亮跟那个女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逼着她给那个同事打电话 自证清白 崔亮摆帮很求 她才饶了她 崔亮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被手机拴住的狗 而尖绳字的人就是圆狱 更让崔亮受不了的是 每次圆狱只要有一点不满 就要把她曾经聊骚的事 拖出来挖苦她一番 她甚至故意蹬着她的面问孩子 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了 你想跟爸爸还是想跟妈妈 孩子吓得挖挖哭 说不想爸爸妈妈分开 圆狱就会有意无意地斜看崔亮一眼 崔亮觉得她那个眼神 就像一把锋利的刀 带着十足的狠力 似乎要把她所有的不安分 和蠢蠢欲动都阉割掉 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带着万分的优越感审判她 日复一日过得如履薄冰的生活 崔亮想忍着吧 谁让她犯错 有一天晚上 崔亮加班赶一个项目 手机没电了也没发现 直到圆狱抱着孩子 气势凶声地闯进她办公室时 她才预感到要大难领头了 果然 圆狱疯了一半 甩砸她桌面的东西 键盘鼠标文件夹无一幸免 她大哭着 骂着她心里有鬼 晚归不提前报备 圆狱还横横地对她的同事说 我家这口子不老实 你们都帮我盯着点 那一刻 崔亮浑身僵硬 感觉自己 现实在皱目睽睽之下 被人拨光的衣服势重 同事们纷纷安慰圆狱 帮忙收拾一地的狼狈 那些人都装作不关心 不好喜的样子 但崔亮知道 自己会成为他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们会带着戏虐和不懈 将她的名字 在舌尖上反复咀嚼 直到她体无完肤 回到家 圆狱似乎也意识到 她太冲动了 她讨好的主动去给崔亮煮夜宵 崔亮制止了她 说我们谈谈 她组织了半天措死才说 我知错了 或许伤害了你 我保证从此以后 不会再有二心 为了孩子 你能不能原谅我 放下那一段 圆狱哭了 你以为我不想放下 我只要一想到 你对别的女人嘘寒问暖 体贴入微 我就受不了 你晚归 我就会想你在做什么 是不是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你对我冷淡 我就想是不是你的心又飘了 你摧毁了我的自信 让我越来越讨厌这样的自己 为什么你犯错 却是我受折磨 崔亮看她哭得伤心 又觉得有些心酸 她抱着她 一遍遍保证不会再犯 一遍遍恳求她 再信自己一次 这一夜 夫妻俩重归于好 在床上似乎也砸磨出一些 断出恋爱时的甜蜜和欢愉 圆狱不在死盯着她的行踪 也尽量控制查看手机的字数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过了几个月 崔亮的公司组织与秋游活动 她带上儿子和圆狱 那天晚上 圆狱先带着儿子回客房睡觉 崔亮跟几个同事打桌球 后来男同事有事离开了 她跟剩下的那个女同事玩了几局 却被圆狱来撞见了 圆狱尖叫着冲上来 撕持着那个女同事 嘴里还不停着往外吐着乌言慧语 大骂他们是狗男女 崔亮惊呆了 她看着像个疯婆子一样的圆狱 觉得陌生无比 根本无法把她跟自己的枕边人联系在一起 她想拉开两个女人 圆狱更是暴怒 顺手拿起玻璃烟灰缸 就把她额头砸破了 其他人门声赶来拉开他们 那一刻崔亮很绝望 她明白圆狱心里的那个坎过不去了 永远都过不去了 她突然对她生出一丝怨恨来 她都这么低声下气了 都这么委屈求全了 她还想怎么样 为什么就非得扯着过去那点破事不放 她只是一时思想开小叉而已 怎么就被永远盯在耻辱柱上 求约活动之后 崔亮散了好一段时间 之前她每天担惊受怕 就怕哪里做得不对 又触到圆狱心里那根敏感的弦 如今她才明白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那又如何呢 无论她怎么做 大根弦一直都在 圆狱想道歉 但崔亮冷漠的脸让她退去 她恼怒 我这么做还不是被你逼的 要不是你有钱磕 我能怀疑你 崔亮不吭声 随她数落 随她怒骂 她觉得婚姻的头上悬着一把刀 拿刀晃晃悠悠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 她放弃挣扎了 要掉就掉吧 她都夹着尾巴做人了 她还不依不挠 她不想再去讨好她 会舔她 反正不管怎么做 她都不会打从心底饶过她 她为了挽回家庭付出这么多 退让这么多 和圆狱 只看到她曾经的迷失 看不到她的努力 两个月过去 某天崔亮有事提前回家 在电脑上看到圆狱忘记退出的QQ 看到她跟男网友前阵子相约去旅游的事 她记得那时她说过 她去外地出差 崔亮的脑子嗡的一下又惊又怒 还夹杂着莫名的激动 晚上圆狱回来 她将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狠狠摔在她面前 那一刻 她有一种 浓奴翻身把歌唱的扬眉吐气感 她终于也抓到她的把柄了 同时 她又觉得愤怒而比 她往日 装出一副真烈的样子 原来 也不过如此 圆狱先是慌乱 接着便是摆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说 我是跟网友出去了 不过 我俩什么都没发生 纯粹是精神伙伴 崔亮大怒 成年男女 待在一起三天三夜 难道是盖着棉被 晨聊天吗 源于冷笑 眼神如刀一样 一寸寸地弯在她的脸上 为什么不可以 你都能跟其他女人精神交流 凭什么我不能 崔亮 就像被精力的匕首 扎破的气球 高涨的怒火 瞬间疲软下去 窗外的霞光 一点点被黑暗吞噬 崔亮 狗搂着被陷入松软的沙发里 厨房里 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 圆狱 像往常那样 在做饭 窗外 不知道哪家做红烧肉 香味顺风飘进来 崔亮 突然有些分不清 是现实还是幻境 圆狱用同样的方式 报复了她 她终于明白 她为什么不肯原谅她 不是不愿意 而是做不到 因为她也没有办法原谅她 她在她心里种下心魔 让她从此不得安宁 以后她也不会再相信 她出差 加班之类的鬼话 只要她晚归 只要她外出 她就会幻想 她是不是跟其他男人在一起 是不是在其他男人面前 巧笑倩熙 卖弄风情 她甚至还嫌她脏 觉得她恶心 她和她 目前不会离婚 接下来的每一天 他们只能接受 婚姻这把炖刀子割肉 一刀又一刀 不会出血 但疼感会持续存在 直到婚姻消亡的那一刻 将 渐渐变成一座沉默的坟墓 两人彻底分发而举 孩子在时 两人才会交流几句 孩子要是不在 两人就把对方当空气 夜里 虽然起床上厕所时 听到袁玉的房里有动静 里头断断续续传来声音声 她不屑地冷哼一声离开 从前她就是这样 有一回冷战太久 她找不到台阶下 就装病哼哼唧唧 她当时心疼她 主动去哄她 现在还想用这招数 骗谁呢 没过多久 袁玉提出离婚 这次 她的态度很坚决 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虽然很愤怒 她跟她一样背叛过婚姻 她凭什么先提出离婚 袁玉冷笑 我也曾问过自己 为什么不能原谅你 是不是我态度都逼人 揪着你的措处不放 大约你心里也觉得委屈 觉得我小气 或不或是用一个QQ小号 假装男网友 自编自演了一场戏 你就嫌弃我 鄙怜脸色大变 但有些可耻的窃喜 袁玉淡淡地说 我承认我们的婚姻 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我纵有千万般不好 你都不该用出轨来解决问题 你惯会核心你 从不会用真心去解决问题 只会觉得我不容让着你父母 我突发蓝味言 疼得打滚 你不闻不问 如今我不得不承认 你我都是凡人 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都做不到 绝对对方撒得玻璃渣子过日子 袁玉一番剖心的话 让翠亮无地自容 她自己做错事时 希望对方能无条件包容 但袁玉要是做了同样的事 她绝对无法容忍 她心里突然涌起 一阵悲凉 那年在校园里 牵了袁玉的手 她是想过 要跟她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 可她迷失了 放纵了 信任就是婚姻的防火墙 一旦被摧毁 婚姻就会被攻击得 满目疮痍 想要再重建 谈何容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